第五千零九集 这段时间 叶辰一直将萧沁的事情延后 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实力 另一方面便是旧萧沁 魂典尊王留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本来还有时间 但如今却是不够了 他必须立刻去一趟镇魂渊 拿青云神木 之前镇魂渊对自己或许很麻烦 甚至可能会致命 但现在想必自己能平安取得 青云神木归来 一想到忘却这件事的后果 叶辰后怕地呼出一口气 而后向佛祖拱手道 多谢佛祖提醒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斩驾之前 我立刻去一趟镇魂渊 佛祖点点头 当听到镇魂渊之时 他的表情凝重 继续道 镇魂渊我有所了解 此地不一般 并且和吴天有些许关联 你若是到了那里 切记不要过多暴露轮回气象 如其你坏了吴天的好事 吴天必然大怒 若是让吴天发现你去了镇魂渊 到时候 这或许会成为埋葬轮回之地 佛祖又一道提醒 让叶臣瞬间不敢掉以轻心 拱手道 谢果 告辞 为了不暴露 叶臣便将摩地和归尘 安排在愿望天星之中 不然到了镇魂渊 必然会被吴天发现 随后便是撕裂虚空 借助虚悲的力量 向镇魂渊而去 三个时辰之后 虚空波动 一道淡漠的身影就此出现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叶臣 不过叶臣有意将轮回气息遮蔽 因为他释放出星天水晶 依靠着一丝线索 不断地演算占卜 虽然吴天极其强大 但还是被叶臣感知到了一丝 吴天的气息 果然佛祖没有欺骗自己 看来 我的确要小心一些了 如今我斩断 枷锁诸多 许多问题 应该不需要借助轮回的力量解决 不过 连佛祖都不敢小看此地 我也千万不能大意 叶臣话语刚刚落下 两道身影便是出现在叶臣左右 叶臣看到这两人 瞬间大喜 居然是灵儿和严玄儿 严玄儿似乎炼化了圣天神火 气息强大了许多 他看着叶臣激动到 公子 我来助你 叶臣对严玄儿道 你彻底炼化圣天神火了 严玄儿轻轻点头 脸蛋有些红韵 差不多了 公子 之前你有其他人助力 便不需要我出来 如今 真是在无天的底盘 我或许能帮公子 缓解几番 叶臣极其满意 随后目光又落在 严玄儿身上 严玄儿 你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严玄儿便不耐烦道 当天碑英国出现的时候 我就没问题了 这段时间 五四类虚空 一直寻找天碑的下落 可惜没有任何疏忽 好了 你还有斩家呢 尽快去拿青云神墨 好 叶臣不再废话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无垠的大地之上 每一步寸进 都是不曾见过的 瑰丽景象 亦或是人间炼狱 无数的星辰悬挂头顶 浩瀚的碧浪 连接天际 严玄儿动用盛天神火的力量 燃起鲜红色的火芒 与叶臣的周身 横生双世 助他快速度过 这无边的征途 眼前景象接连变幻 一路的前行 连叶臣自己 都不知道走了多久 只是逐渐 萦绕攀升在心头的压迫感 渐渐吸来 那是有未知恐怖 在来临的前兆 当然 若是叶臣动用轮回 圣魂天的力量 必然不惧一切 但叶臣不愿动用轮回 圣魂天 免得惊动吴天 传闻这镇魂渊下 疯关了无穷的怨灵 乃是真正的死地 万古以来 妄图寻求 晶云神墓的 无上强者不在少数 但大都哄死于 镇魂渊外围 这一部分原因 是来自吴天 另一部分原因 应该是此地本身就恐怖 灵儿显然也是 察觉到了天地间的异样 这才出言提醒道 已经好久不曾见过人迹了 这里皆是荒芜一片 看来我们离震魂渊不远了 夜尘俯瞰着脚下的寂灭 连那焦黑的土地里 都隐隐散发出一缕血腥气 万古不曾散去 这里先前经历了惨战 不知为何 夜尘到此 竟然是有了一种 莫名熟悉的感觉 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 他不曾来过 无可考究 年代太过于周远了 灵儿的声音传来 连一向万事通的他 都是不知 夜尘一行人再次跋涉挺进 不再动用轮回玄碑中的须碑 在那荒芜的尽头处 是望不见丝毫光亮的 寂灭之暗 比之九天星辰 还要高大数倍的山峰林立 一座一座宛若刀销 散发着阵阵寒意 黑漆漆的望去 像是顶梁一般 撑起了这片暗无天日的世界 我们要到那下边去 一旦踏足 便实在没有退路了 你想好了 其实先斩家也是可以的 你若先去静天区斩家一百 成功后再踏入此地 那就百分百胜算了 灵儿的声音再次响起 连她的声线里 都是多了几分忌惮 即便是曾经的气势捷径 也不曾这般 站在地面上 便已经是黑雾笼罩 墓室不及三丈 那沟壳纵横下的深渊 更加显得猙獰可怖 我没有退路 佛祖说气势绝境的因果 可能会成为我的心魔 我若不先踏入此地 心之枷锁注定也无法斩断 所以我没有选择 夜晨坚定道 为了救宵沁 为了完成魂典尊王的约定 为了斩断这潜在的心魔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也必须尝试 夜晨随手祭出一道火焰 照亮了一角深渊 临寻的山壁间 不数风化的枯骨落落 乍一眼望去 死魔鬼的笑容般邪忆 哦 夜晨 见到夜晨不曾动作 灵儿也是不免疑惑 仔细瞧看之下 这才发现了端倪 不知何时 夜晨的头顶 悬起了一抹微弱的光芒 此残破的战骑挥舞 微光愈来愈弱 直指不见 夜晨缓缓睁开眼眸 灵儿当即便是问道 你没事吧 因为暂时封闭了轮回圣魂天 刚才似乎被引入了某种幻境 虽然没有地势天施展的心魔可怕 但此地绝对不一般 夜晨眸子一宁 那切肤的真实感 领得他肌肤之上 都是渗出冷汗 但醒来之后 却是怎么都溢不起来 有很多人 将繁杂的思绪抛在一边 夜晨摇了摇头 不再细想 眼下最重要的是 寻到青云神木 这青云神木 乃是振魂冤下存在的神物 但具体长什么样子 没人遇见过 只是传言冤中的恶灵被感化 离魂后 与这死地滋养沃土而生的萌芽 三千载发芽 三千载生根 三千载孕育 树之极 久久生青云 故换作青云神木 传闻中有滋血宁魂之效 夜晨轻轻点头道 那我们就去看看 这所谓的青云神木 到底是什么样子 身形不再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夜晨纵身而跃向黑暗之底探入 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你终于来了 天地间莫名的音律回荡 也随风而散 再不可寻 震魂冤下 阴风刺骨 夜晨一脚踩在冤底 杂草之上 扬起阵阵骨蟹 忽然 眼前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夜晨的无数红颜朋友 凭空出现 微笑着向着他招手 朱如 夏若雪 孙怡 几次青 遮天魔地 血神 夜无尽 朱渊 正义 玉清阴 天雪新等 遮天魔地 似乎满脸痛哭道 夜晨 无天浑种已成 我将要被剥夺 你跟我来 我最后的力量 带你找到那青云神木 其余几人也在自说自话 示意夜晨跟随 夜晨的眸子内 燃起鲜红色的光芒 照破眼前的万朵愁云 颜玄而化作火黄翻转生腾 故人一一消散 好恐怖的幻象 能够将神魂和肉身分离 不动又轮回圣魂天 的确危险 先前那一幕 尽管已经察觉了是幻境 步履未曾挪动半分 醒来再看眼前 自己却是早已立身于绝颠之前 一步踏出 将万劫不复 阴风阵阵 夹带着莫名的笑声而来 似在嘲讽夜晨这般窘态 一瞬间暴虐的气息 自夜晨的体内涌出 颜玄而融合圣天神火的鲜红色燕芒 自体表燃起 结成一副涌动的火焰铠甲 将它包裹在内 果然颜玄而是这阴暗之物的克星 若非此 先前便已经踏足了深渊 粉身碎骨了 鲜红色的铠甲 在夜晨的周身熠熠生辉 隔断了一切斜碎之物的侵扰 夜晨挺进的步伐不断加快 一路踏来分毫异动未有 寂静的世界之中 仅有自己的脚步声回荡 连宠椅之影都不见 波宫之声响起 夜晨下意识地回眸 眼前见射而起的一粒 在寻常不过的沙尸 夜晨微微眸子一宁 不曾闪躲 任由其击打在右臂之上 却是瞬间将神火铠甲 包裹的血肉击碎 夜晨的整条右臂 瞬间爆碎 身形倒飞而出 落地的瞬间 尚来不及瞧看 那诡异的土壤 便是一阵涌动 将它的右臂残渣 以及血肉吸收殆尽 此等每辈 交予大人 定能获得 青云之息的奖赏 阴瑟瑟的笑声响起 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夜晨的肉身 何其强大 八卦天丹术和天仙锦礼朝施展 瞬间重铸肉身 打起万分警惕的夜晨 仔细瞧看身边的一切 在这震魂冤下 一粒碎石 一剖沙尘都可能致命 隐藏在暗处的亡灵 见到夜晨 竟然有这般逆天的能力 语气之中的精液 与垂涎之色尽显 如此精纯的血气之力 看来真的是轮回之主 不过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连斩家都没有